這個跑跑跑 跑過去之後 跑來這邊 大年初二小朋友大馬路上 趕著去鄰居家玩 一個一個逆向跑過去 但是下一秒 男童卻被車子給撞上 躺在大馬路上 但是撞人的肇事車輛 已經逃逸無蹤 小朋友跑進來了有沒有 跑進來了 然後車子來 就把這個撞過來 躺在車子前面了啦 然後車子都沒有停就跑掉了 七歲男童遭撞 同行的小朋友趕緊跑回家 一群大人匆忙趕到現場 但是男童痛苦 手腳都骨折擦傷 讓家屬好著急 趕緊送醫急救 直到現在都還在開刀房裡 肇事車主卻是逍遙法外 整個傻眼了 怎麼大年初會 你說跑給那個人很沒良心 對啊 還原當時四名小朋友 跟著十七歲的大哥哥 要到鄰居家去玩 沒想到短短三十公尺的距離 肇事車輛先是撞上路肩車子 隨後撞倒男童 逃逸無蹤 但是車禍怎麼發生的 卻是疑點重重 家屬質疑造勢車輛開在兩線道路上 左閃右閃 怎麼會直接撞上路邊車輛 是刻意還是真的閃避不及 跑掉的也真的很沒良心 我猜他可能是酒駕逃逸 因為他完全就是直接經過都沒有停 也沒有停下來說看有沒有撞到什麼東西 道路寬達五米事發當時對象車道完全沒有車輛 肇事車子竟然是直接往路肩撞上男童 還無良逃逸 看看男童照片原本活潑好動模樣 現在卻是躺在病床上 手腳傷痕累累 初二陪媽媽回娘家 卻遭到撞擊 原本計劃好 初三一家人出遊 現在家屬只希望 招出車主趕緊出來負起責任 這個年讓這一家人很難過 記者連員畢皇正在台中的採訪報導